距离OpenEye的视频生成模型 Sora发布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但关于它的讨论热度和公众的期待度 仍然持续高涨 OpenEye方面也在不遗余力的加大宣传力度 时不时就长出几段demo不说 在官网上也将其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Sora的两名主创者Tim Brooks和Bill Peoples 4月7日在AGI House做了一场主题演讲 整个演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Sora的特性 Sora的技术背景 Sora对创作的影响 以及Sora对AGI的意义 那么本期视频在对这四个部分进行深入解读的同时 也给出一些我的个人观点和看法 供大家参考 演讲的第一部分是Sora的特性展示 Tim首先用女人漫步东京街头的这个视频 来说明Sora能够处理反射和阴影 以及物体存在的前后一致性 然后是樱花街道这个视频 Tim以此说明Sora能够把握完整的三维空间 以及三维空间中的几何和物理互动 接着是宇航员这个视频 以此说明Sora能够独立决定镜头切换的时机和位置 实现多镜头的自主转换 再就是外星人漫步纽约街头的这个视频 强调Sora可以低成本实现复杂特效 直接跳过传统的CGI渲染管线 这些demo我相信大家早就看过了 端对端跳过传统工业流程也并不稀奇 我的问题是Sora是否真如Tim所说 理解了现实物理世界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 因为不同的教育背景 不同世界观的人从不同角度出发 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不会造成争议的一点就是 Sora的理解与人类对世界的理解 从硬件到软件都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机制 很难直接做类比 当我们讨论Sora是否理解了现实物理世界 就好像讨论大语言模型是否理解了语言一样 本质上是对模型的实际表现 是否符合人类期待来做出评价 那我们单从Sora的实际表现来观察 是否就能够得出她理解了物理规律的判断呢 对此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扭大顾显峰老师的这篇文章 他编辟入理地指出了几个Sora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固有缺陷 其中包括相关性与因果性的矛盾 局部合理于整体荒谬的矛盾 以及临界状态的缺失问题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朋友对OpenEye寄予厚望 甚至当作一种信仰 认为假以时日OpenEye就可以尽数解决这些问题 而现实是任何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对应的具体方法 而方法并不会一夜之间凭空产生 除非你认为只要在现有基础上规模化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关于这个是否成立 稍后再做讨论 我现在比较在意的一点是 如果将物体穿模和因果性缺失定义为失败 那么普通的提示词生成出失败视频的比率大概是多少 可惜在演讲的问答环节没人问这个 倒是有个人问他们是否做了实验 看Sora是否贴合物理引擎的生成结果 Bill也非常坦诚地表示 生成视频并不是很符合物理定律 Sora的技术方面 在此前的视频已经详细讲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简单来说就是将训练用的视频 分割成包含时空间信息的碎片 作为基本单位喂给Transformer 实际生成时再用扩散模型一步步去造还原成视频 这次演讲并没有提供更多的技术细节 倒是强调了Sora的创作动机 大家都知道 GBT系列之所以取得成功就是不断规模化的结果 语言模型首先将百科、数级、网页、数学公式和代码等各种形式的文本 都转换为了一种通用语言 也就是Token 然后用这些Token训练一个超大的Transformer 根据上文来预测下一个Token 如此一来模型就变成了文本数据的通用模型 由于各种文本数据本身已经承载了海量的人类知识 模型就可以根据上文提取出这些知识作为输出 来完成各种不同的任务 以实现通用性 所以他们认为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推广到视频数据 也就是说 无论什么形状的视频 什么分辨率的视频 什么长宽比的视频 都可以转化为包含时空间信息的碎片 也就是Patch 然后拿这些Patch作为最基本的单位 来训练一个超大的Transformer 在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预测 这里我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将GPT的方法推广到视频数据 是否就能够复制其在文本领域上的成功 单从技术层面来说 直接推广到视频数据上确实不难 Sora的基本思路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但是要取得像文本模型这么成功的效果 还面临不少挑战 首先 文本数据无论是在数据复杂度 数据量还是计算资源等方面 都没法和视频数据相提并论 如果Sora模型不能转换出足够的经济效益 或潜在价值 OpenEye可能无法持续在这一产品线上 投入大量资源 我们退一步说 即便假设OpenEye有无穷无尽的资源 可以投入给Sora 单从视频数据提取知识的难度来说 也是远超文本的 语言模型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文本数据显性地包含了 大量人类知识和逻辑结构 这些知识很容易被模型提取出来并学习 但视频数据中的知识更加隐性 而且分散 涉及到视觉 物理规律 社会互动等多个层面 提取和利用这些知识的难度要远高于文本 再退一步 即便视频模型能够在特定任务上取得成功 泛化能力方面也面临严峻挑战 哪怕是同样的物理规律 同样的社会互动 在不同视频里的表现 其实千差万别 这就需要模型有极高层次的抽象理解和推理能力 才能在不同上下文中正确应用这些规律 所以Sora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只能像单力一样作为GPT的下游应用 如果想让他担负起GPT的视觉理解部分 恐怕还要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关于Sora的实际影响 或者说实际的应用场景 目前的定位主要是作为视频创作工作者的辅助工具 OpenEye也在积极与各路艺术家进行合作 并接受反馈 Tim在演讲中展示了一些Sora的特殊用法 比如基于SD-Edit方法的视频风格改写 再比如在两个视频之间进行插值实现平滑过渡 再比如基于一张图片生成连贯的视频序列之类 这些你在Sora的技术报告页面 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例子 这里我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 Sora对于视频内容创作者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如前所说Sora纯数据驱动的学习方法 很难实现对物理世界深层次的理解能力 虽然OpenEye将其定位为世界模拟器 但其实将其称为像素流动规律的拟合器更为恰当些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无论当前针多么光怪陆离 多么不合现实世界逻辑 它都能够在视觉层面自然的过渡到下一针 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说 Sora也只在意如何实现视觉上的平滑过渡 至于是否符合现实规律 本来也不是它能够把控的问题 这种超现实主义特性 对于大语言模型来说或许是一种灾难 但Sora却可以反向利用这个特性 来实现所谓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我觉得低成本特效编辑 可能成为Sora的最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至于Sora能否用于真正的商业长篇制作 正如二人在演讲中提到的 目前从合作艺术家那里受到最大的反馈就是 单纯的Promit是难以满足实际创作需求的 现实工作流需要更多的可控性 最起码的需要实现可控的摄像机和可控的分镜 在目前Sora的演示视频中 不是没有运镜 比如樱花街道这个视频 摄像机确实在3D空间中移动 也不是没有镜头切换 比如机器人这个视频 但这些运镜和镜头切换 都仅仅是模型对训练数据的统计拟合 缺乏真正的可控性 要实现这一点 技术上倒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需要大量的高质量人工标注视频数据 这不仅成本高昂 而且复杂度远超文本标注 这一代Sora在这方面大概率是无能为力了 就是不知道下一代Sora的话 OpenEye会不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一下 第四部分是Sora对实现AGI的影响 在这部分 Bill讨论了Sora对实现通用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性 他用樱花街道这个视频举例 由于男女彼此有身体接触 所以他相信Sora已经理解了人类如何交流互动 再比如这个场景的空拍视频 他以此来证明Sora已经搞懂了三维空间几何 用狗趴窗户这个视频证明Sora把握了物体的持久性 Bill希望用一个模型封装世界上的所有知识 全面掌握物理世界的规则和逻辑 并模拟一切复杂的人类行为以及环境交互 从而实现AGI 这里我抛出的第四个问题就是 对视频信息的处理能力 毫无疑问是实现AGI的必要条件 但是否真如Bill所说 Sora这条技术路径就可以直通AGI 成为一个充分条件呢 在前面我们也已经讨论过Sora在理解世界方面的局限性 如果用成功案例来证明Sora理解了空间和物体关系 那是不是同样也可以用失败的穿模案例来证明Sora没理解空间与物体关系呢 如果用成功案例来证明Sora理解了物理规律 那是不是也同样可以用失败案例证明Sora并没有理解物理规律呢 而且能够在极高层次上理解世界运行规律 推理预测世界变化还只是实现AGI的一个首要条件 真正的AGI还需要考虑到自身做出何种行为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出合理的行为规划 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声称自己是世界模型的系统 往往都会包含一个controller的部分 其实Bill在本次演讲中也在这方面做了相应的暗示 他拿我的世界的例子来说明Sora能够控制主角 在我的世界中与其他物体互动 但这很明显是一个夸大宣传 因为从本质上来讲 Sora目前还只是单纯对我的世界的视频数据进行拟合 对于一个只是拟合像素流动规律的模型来说 移动者的主角和移动者的猪有任何区别吗 就好比我保存了几千亿个我的世界的游玩视频 然后用播放器随机播放其中一个 那就可以说我的播放器已经学会控制主角玩我的世界了吗 其实要神经网络分辨主客体并操纵主体行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和之前一样需要大量的高质量人工标注数据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我之前介绍过Jenny的那期视频 DeepMind非常讨巧地使用现场的2D游戏数据做了类似的实验 Sora想导入类似思路的话也不是不行 但难度会非常高 效果没法保证 成本也会极为高昂 在本次演讲中 Tim和Bill三番五次地提到 他们坚信只要扩大算力和数据量的规模 也就是继续执行scaling策略 Sora就会出现类似大语言模型的涌现现象 进而直达AGI 二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 毕竟GPT系列就是用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一跃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但我的问题是规模化所带来的效用难道是无限的没有尽头的吗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 早在TradGPT发布的半年前 也就是2022年的5月份 随着DeepMind Gato的发布 就曾引发过一次大讨论 当时DeepMind研究部主管南斗 曾经质得意满的豪言 规模化就是一切 这种说法当时就遭到了马库斯的博斥 马库斯的观点有三条 第一 世界上可能没有足够的数据来使规模主义发挥作用 第二 世界上可能没有足够的可计算资源来支撑规模最大化 第三 一些重要的任务可能本质上就无法通过扩大规模来解决 即便在GPT4发布一年后的今天来看 马库斯的这些观点真的被推翻了吗 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文本数据已经捉襟见肘 OpenEye的模型训练干爆区域电网 奥特曼也开始打核能的主意 大语言模型的诸多现存问题 也难以通过扩大规模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说到底 规模化搞定一切的信仰根基源于智能涌现现象 但所谓的智能涌现 很可能仅仅是评估时度量选择的结果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看看斯坦福大学的这篇论文 一旦把评测指标换成连续性的指标后 模型随着规模的性能提升基本就是线性的 并不存在突发性的质变 而即便是这种线性增长 也没人能够保证是永远有效的 事实上 目前大语言模型的规模化也逐渐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迹象 所以 仅依靠增加算力和数据量的规模化策略 很可能是无法实现真正的AGI的 一旦遇到瓶颈 我们可能就不得不考虑全新的算法 全新的训练范式 甚至可能需要彻底改变我们对智能的理解方式 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现有技术的现象扩展 最后总结一下 Sora的任意一针平滑过渡特性 让它在低成本视频特效编辑和超现实主义短片制作方面 有一定的应用场景 但要说它理解了现实世界的物理法则 至少就目前来看是一种严重夸大的说法 单纯把大语言模型的成功经验 横向推广到视频数据上 很难在知识提取方面取得等大的成效 在纯视频数据上搞自监督 恐怕也很难持同AGI 所谓涌现可能是海市蜃楼 规模化的做法也可能终有尽头 以上是我对此次演讲内容的一些个人看法 仅供参考 我知道本期提出的这五个问题 都是极富争议的话题 但所谓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大家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 保留自己的观点就好 至少不要利益相关方站出来说什么 你就毫无条件地信什么 无条件的盲信不是科学 那叫宗教 那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